開警車撞死70多歲 弘姓姐妹的女警 稍早前往醫院探視死者家屬 隨後她回到警局 在長官的陪同下出面 堆著鏡頭 鞠躬道歉 上午8點多 女警開巡邏車 在長官前往長迅的靶場 行進台池七線55公里處 對象行駛過來的機車 突然間左轉 警車閃避不及撞上 機車被撞得喷飛20公尺 警車也撞上電線桿 機車上的一對70多歲姐妹摔出車外 救護車趕到現場將他們送醫急救 但最後都宣告不治 車禍的現場留下約20公尺的刹車痕 警方調查 雙方都沒有酒駕 事故的經過還要進一步釐清 不過死者家屬質疑 為什麼警方不願意公布 警車的行車記錄器畫面 是不是另有其他的原因 懷疑車速太快了 被撞到之後飛滿圓的 警察官還沒來我也不清楚了 車速的部分就含在那個鑑定資料 那這一部分讓警察官來鑑定 肇事的27歲王姓女警 已經服務7年 剛生產完第二胎 負值兩個月左右 之前還幫分局拍過交通宣導短片 由於傳出這次是警方急著要趕往長訊靶場 是不是有超速的狀況 警方低調表示 一切證據都交由檢方來監辦 這層事員神夢會SAG小組彰化報導 忍耐露